第五十一章,羚羊挂脚困沽城,水枯粮进人吃人。 你听芒古尔泰当场被反驳的没有话说,只好冷哼了一声,不言语了。 黄太极也点了点头,扭头看了看魏宝山,就问他,宝山啊,这件事你怎么看? 魏宝山见黄太极问到自己了,赶紧站起身来,示例道,回汉王,国师府的那些人各个身负异能,的确是不能以常理夺治。 要说以一敌迁,力挽狂澜,确实有些困难,不过千军之中斩杀一人,还是手到擒来的。 咱们还真要严加防范,以防对方暗中刺杀。 我个人感觉,如今我们虽说把城围住了,站到了先机,但是也得做好两手准备,既要防着明朝援兵救援,同时也得防着城内那些人按做手脚。 围城之事,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出结果的,咱们这么按兵不动,也不是上策。 对于带兵打仗,城市一窍不通,不过要说围城,我倒是想到个办法。 哦,宝珊,你有什么办法?赶紧说来听听。 是。 回汉王,风水一世,大道国,中道城,小道人,都有其特定的气数。 人断气则死,城断气则破,国断气则亡。 我们可以利用风水术,切断城中生气,使城内井中无水,空中无雨。 一旦切断了城中水脉河水源,城内定然生乱,发生滑变。 哦,还有这种事? 卫宝山点了点头,此城近临大陵河,大陵河有两沿,北沿出陵沿县大陆沟,南沿出建昌县黑山,几经转折,河水最后注入辽东湾,因此此河也称九区陵河。 大陵河城的玄址,从风水上来看,很有讲究,被以凤凰山,近临九区河,山环水绕。 水禅玄武,距于明堂,正是风水中斗水仙虾之格。 欲破此城,只需要查明水脉,然后斩断水龙,此城的生气就会断然无存。 阳顺阴溺,阴阳混乱,就会导致草枯水结,此城便可不攻自破。 一戏话说完后,在场众人无不惊愣,都像听天书一般,一个个张着大嘴,目瞪口呆,全听傻了。 黄太极对魏宝山向来信任有加,虽说很难理解魏宝山所说的话,但是深信不疑。 当即点头,发号施令,这件事全权由魏宝山亲自主持,所有人等无论官级品阶高低,身份权贵,如有用处,聚当配合行动,否则依军法处置。 有了黄太极的命令,谁敢不从?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? 暗下这边如何忙活暂且不表,单说大陵合成中的祖大寿自打被围城的那一天起,天天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,生怕哪天半夜城下的大金兵突然就打上城来。 这一天一大早,天刚蒙蒙亮,祖大寿就到了城头上,守抚城墙往下关桥,突然发现巨城三里多远的地方绕着城池四周,竟然有人开始挖起壕沟来,十分意外。 壕沟挖得又宽大身,接连三道,每道之间相距三丈左右。 祖大寿看了半天,也没看出个究竟,心中揣测道,黄太极这是要干什么?难道还想长期围困不成? 我城中粮草紧勾跃鱼,如果任其挖下去,一个月后怎么办? 如果真是迫不得已,我们要强行突围出去,那这些壕沟可就不好过了。 不行,绝对不能让他们全部挖通,要不然,自己早晚得活活被他们困死在这里。 祖大寿发现苗头部队,当即立断,马上点兵,选出五千精锐骑兵,打开西门,准备突围而去。 没想到,大队人马刚冲出城门不远,就见对面的大金军队齐刷刷地闪退两旁,露出五个大家伙,上面罩着红布。 祖大寿也不知道大金在搞什么鬼,虽说有些狐疑,但是速度丝毫未减。 大军眼看巨大金阵营不到一里地了,突然就听到身边一阵轰鸣巨响,紧接着自己身后鬼哭狼嚎乱作一团,回身再看。 身后大军人羊马翻,血肉横飞,断枝残壁到处都是,当时便愣住了,好半天才缓过神来,大叫了一声,不好。 是大炮? 快,快撤。 撤回城里,大军后队变前队,顶着炮生狼狈而逃,好不容易才逃回城里,五千精兵只剩下不足四千人。 祖大寿气得牙根发痒,破口大骂,真是起了怪了。 这群打子怎么也有火炮了,真是怪事异状。 书中代言,是火炮吗? 对,就是火炮,大金国的火炮。 大金与明朝屡次交手,吃亏就吃在对方有红衣大炮。 据说这种红衣大炮是红头发的荷兰人制造的,在当时也是千里迢迢从西方进口的先进火器。 不过据考证,当时明朝进口的红衣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进口的,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。 这种炮火立足,一炮下去可动烈奸程。 明远锦州之战,明军正是凭借此炮的威力,两次击溃无枉而不胜的八旗兵,令八旗兵闻风胆寒,成了八旗兵的梦魇,一提起来,无不胆战心寒。 明朝所用的火炮多为进口,虽然也有仿制,但质量远逊于原品。 大金国在数次战斗中也缴获了不少红衣大炮,黄太极眼光长远,深知火炮在攻占中的作用,这才下令让人专门研究火炮,而这个差事就落在了俄妇童养性的身上。 托官,马,索,七,妇,那,郎,这是满族的八大姓。 童养性虽说祖上是女真人,但是出生在辽东开园,后来从开园又搬家搬到了府顺,家也很大。 当年努尔哈赤起兵时,没钱没人,童养性二话不说,要钱出钱,权力资助,可以说,大金能有今天的阵势,童养性也是功不可没。 童养性归金后,努尔哈赤极为高兴,将祖女嫁给了她,就这样,她又成了努尔哈赤的女婿。 努尔哈赤对她唯以重任,让她负责国内汉人事务。 后来,大金国进入辽东后,汉人越来越多,尤其是皇太极即位后,不断又有汉军将士大批归顺。 皇太极又任命童养性为汉军总兵,全权负责国内汉军民事宜。 这时的大金国,汉人比女真人还多,超过半数的人口都归同养性管理,所以同养性也被戏称为同半朝,足见其权势之大。 此人也的确有两下子,研究来研究去,在众多汉人的共同努力下,还真让他们鼓刀出来了两尊火炮。 虽说比起进口的红衣大炮略有不足,但那也了不得了。 这两尊大炮比明军的大炮长出五六尺,足有两丈多长,炮口有半尺左右粗细,炮身比明军大炮多了几道铁箍,炮尔,准兴,兆门,一英俱全,每尊都有三千斤重,称得上是巨无霸火炮之身。 为了和明军的红衣大炮区分开,命名为红衣大炮。 施射之后,黄太极十分满意,对同养性一阵褒奖不用戏表,赶紧下令加班加点,抓紧时间造炮。 这回来围城,就把二十余尊红衣大炮全都带了出来。 果然,火炮刚一亮相,就打了个祖大寿措手不及,令明军损失惨重,心有余悸。 最关键的是,祖大寿也不知道大金究竟有多少尊这样的火炮。 原来以为自己凭着城间炮猛,可以抵挡一阵,现在看来,形势越发有些不妙了。 大陵和北围,锦州的孙成宗一夜间就急出病来了。 孙成宗看出来,黄太极用的是围困之计,心里万分焦急,强撑着把辽东巡抚何家,总兵吴湘等人招致病床前。 老头岁数本来就不小了,急火攻心,形容枯稿,显得有些死气沉沉,早没了往日的精神。 老头看了看床前众人,点头道,各位,金兵此举,意在切断大寿与锦州的联系。 如果让其阴谋得逞,大陵和势必成为一座孤城了大寿的一万五千精兵,则危矣。 而等要立即组织人马前去救援,尽快把锦州与大陵和之间的精兵赶走,以解大陵和之位。 何家与吴湘不敢怠慢,赶紧派出六千大军,增援大陵和。 出兵迅速,结果回来得也快,几天功夫就被八旗兵给打回来了。 按理说,派去的人马并不少,关键是明军的战力实在是良有不齐,除了官宁铁骑,还有与八旗兵相抗衡之例外,余下的军队大多都是绣花枕头,中看不中用。 一连派了好几次,无一例外,全都是败阵而归。 时间飞逝,岁月如梭,眨眼间就到了八月中旬。 大陵和城外的三道环城壕沟终于全部挖通了,壕沟周长三十里, 距城墙跟三里之遥,肾一丈,广一丈,豪外砌墙,墙高一丈,攻势很大。 其实,这次费了这么多力气,挖这些深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,仅仅是为了阻止城内军队突围。 实际上,这几道壕沟是大有玄机,另有妙用。 卫宝山让人挖通三道壕沟的同时,又在每圈壕沟的正南、正北、正东、正西四个巷位处各挖了一口深三丈,口径三尺三的深井。 书中代言,这四个方位在风水上分别是猪雀位、玄武位、青龙位和白虎位,始为四项。 北方玄武为太阴,五行属水,东方青龙为少阳,五行属木,西方白虎为少阴,五行属金,南方朱雀为太阳,五行属火。 阳气分为木、火、阴气分为金、水。 木、火、金、水四项阴阳循环,生生不息。 魏宝山此次布阵,是反其道而行,就是要打破阴阳护生之局,令阳气上冲,阴气下降,阴不寒阳,阴不骄阳,这样就可以使中心位的大灵河城内阴阳失衡,空中形成虚火,地下形成虚寒之势。 阴阳一旦不骄,则死气升腾泥漫,阴气充盈空间,城内必然发燃一变。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,魏宝山不敢拖延,壕沟挖通的当天夜里,魏宝山便亲自带人进入壕沟开始布阵。 他带着一队人挑着十几袋东西,首先到了正东的青龙位,伸脖子往井下看了看,挥手叫过人来,让他们把筐里的东西小心地依次倒入井内。 马伯通一边指挥着这些人往里倒东西,一边偷眼观桥,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,就偷偷地问魏宝山。 宝山啊,这弄的这些是什么玩意儿?瞅着咋像是造灰呢?魏宝山笑了笑,师叔真是好眼力。 竹筐里装的就是锅底灰,那些水桶里成的则是白马尿。 马伯通咧了咧嘴,宝山,你不是在开玩笑吧?这玩意儿能管用吗?师叔,你就放心吧。 阳气从风行,阴气从水走。 这四口井刚好打在水龙脉的龙喉之上,只要把这两样东西往里一倒,随水这么一走,很快地下之水就会凝固如舟,不再流动。 到那个时候,城内的水井自然就会慢慢枯竭,再也打不出一滴水来。 一旦城中无水可用,那一万多人马很快就会挺不住了,到时候别无选择,只能乖乖地出城投降了。 说话的功夫,十几弹东西全都倒入了井内,几乎把整口井都填平了。 魏宝山看着差不多了,摆了摆手,叫过两个人来,让这二人小心网上再撒层声石灰,然后用土填平彩石,直到看不出什么破绽后,这才放心地离开,赶奔下一个地点。 一直忙活到天都快亮了,总算是大功告成了。 魏宝山拖着皮,背的身子回到营帐刚刚躺下,黄太极闻讯就亲自过来了。 魏宝山赶紧又爬了起来,简单收拾了一下,见黄太极已经都到了营帐口了,刚要扶身叩拜,黄太极一伸手把魏宝山给扶住了。 魏宝山啊,这里又没有外人,用不着失礼,赶紧坐下,好好和我说说。 魏宝山赶紧把夜间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 黄太极听后也觉得稀奇,就问魏宝山,宝山,这种事情我不太懂,我就是好奇问问,你说的这个阵法叫什么羚羊挂脚,名字倒是挺好听的,我就想不明白,你怎么能知道这个风水阵法到底生没生效呢? 魏宝山笑道,回汉王,其实这个并不难。 只要在太阳没升起之前,阳气使星之时,登高望气,就知道城内的气场是不是有了变化。 黄太极一听,频频点头,宝山啊,这个挺有意思啊,怎么个望法,我能望到吗? 魏宝山哈哈一笑,汉王,您还不行。 望气虽说简单,可也要练习数年才行,这样才能分清气之色相。 古书中讲,黄富而清贫,赤衰而白绝。 现在大灵河之内气色泛金,如果一星期后气色转红,就说明风水阵法生效了,用不了半个月就会气色转白,到那个时候,汉王就可以派人劝降了。 二人在营帐内聊得很投机,不知不觉就聊了半个多时辰。 黄太极看到魏宝山通红的眼睛时,这才意识到他辛苦一夜还未合眼,顿时有些愧疚,赶紧起身道,哎呦,你看我,只顾着说话,倒忘了你还没有休息呢。 宝山,今天你哪儿都不用去,就在这儿老老实实地睡觉,什么事明天再说。 有空,你多给我讲讲,这里面的门道还真有意思。 魏宝山送走黄太极,衣服都来不及脱,合衣而眠,功夫不大,就憨声震震,沉睡过去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,两军对阵一直也没消停,明朝的援军说是援军不如说是来观光的,一波接着一波,毫无悬念,都是大败而归。 孙成宗知道自己难辞其咎,递了好几次辞呈,同时历见永平府兵被张春接替自己,并在三要求朝廷火速派兵解围。 孙成宗是崇祖的老师,他的话崇祖深信不疑,也意识到情势危机。 请辞是不能批准的,不过要人可以。 当即封张春为监军道,命其率四万大军,开府关外。 张春见到孙成宗后,见老头年过花甲,头发花白,心中也有些不忍,赶紧上前叩拜,学生张春拜见孙阁老。 孙成宗扶起张春,点头道,老夫已经是丰烛残年,日暮西山,古兮为帅,实乃兵家大计。 如今你来赴任,老夫可以稍安逸。 学生账阁老栽培,恐有负阁老恩贱。 哎,你不用自签,大灵河内尽是我辽东精锐,再迟的话,众将士就要成饿嫖了,还请大人火速发兵啊。 阁老请放心,学生不日就将开拔,绝不敢有误。 孙成宗点了点头,就问张春,张春啊,打字狡诈,善于野战,可有破敌良策。 张春道,原重换得力,胜在固守,满贵胜失利,在于浪战。 女真之长无非其设。 兵法中讲过,战车与步兵比,一战车可抵失不足。 我们以战车组成阵,使其成为活动之城,既是公义士首,加以火器设之,可将大军推至城下。 孙成宗叹服道,车阵虽强,可弥补我军也战之不足,但黄太极此人用兵狡诈,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。 张春郑重道,学生谨记,请阁老放心。 8月24日,张春与总兵吴湘,宋伟,率四万大军,战车两千辆,浩浩荡荡,向大灵河方向开来。 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,跟黄太极玩骑兵对抗,无异于找死。 所以,张春步步为营,以战车为屏障,架好大炮,缓慢前行。 尽管张春布置得当,阵是摆得挺好,大炮打得奇准,几轮下来,的确让大金军兵损失不少。 不过,好运不长,几个回合下来,黄太极也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锏,大炮。 虽说黄太极的大炮质量不是很好,但是至少能想。 张春做梦也没想到,大金军队竟然也装备了树门火炮,所以巨大的轰鸣声从明军阵营乍响之后,张春还以为是自己的大炮炸了糖。 不过,很快,张春就发现,事实远非自己想象的那样,对方果然马刀换炮,也有大炮了。 火炮齐发,巨响连连,明军根本没有提防,顿时被炸的人仰马翻,四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。 张春兵败,也预示着锦州援军彻底失败,大灵和失陷也就是早晚的事了。 这场规模最大的援军,最后以张春被俘的戏剧性结尾收了场,这个结果是孙承宗做梦也没想到的。 魏宝山每天都观察着城中的动静,果然,一切与预想中一样,半个月后,城中上空白气笼罩,死气沉沉,大灵和城,俨然已经成为死绝之地,没有半点生机了。 魏宝山实情相禀,黄太极很开心,赶紧召集群臣议事,商量接下来该如何劝响祖大寿。 人都到齐后,大活你一言,我一语地讨论起来。 芒古尔泰盯着魏宝山看了看,摇了摇头道,汉王,臣有话要说。 哦,三贝勒有话请讲。 汉王,恕我直言。 就凭魏宝山一口直言,怎能断定城中断米断粮。 前几日,祖大寿还派人在城头喊话,说是粮草充足,可以足吃足喝半年,就算是其中有诈,也不会这么几天就断粮断水了吧。 范文成在侧答道,三贝勒也,我和宝山的意见一致。 我认为,宝山说得没错,城中确实已经断粮,派人劝降的机会也已经成熟了。 戴善呕了一声,文成先生何出此言? 范文成答道,上次明军派来四万大军前来救援,炮火连天,城中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,这个不符合祖大寿一贯的作风。 之所以守城不出,应该是没有可战之力了,想必是早就断粮了。 芒谷尔太冷哼了一声,照你这么说,你这也是猜的吧? 战场非同儿戏,这猜谜姐妹要是算术的话,这仗还怎么打? 范文成泰然自若,不卑不亢地说道,猜谜也有几种猜法。 私下里,我曾为祖大寿算了一笔账,城中军民共三万余人,每人每天吃一斤半粮食的话,一天就是四五万斤。 现在围城差不多一个月了,应该是一百二十万斤左右,再加上战马的草料,至少是一百六十万斤,大灵河不是粮仓,怎么会有这么多粮? 按明朝的规定,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,身边只带三天干粮,余下的由补给部队供给。 咱们围城这么久了,城中没有补给供应,保守估计最少断粮也有十余日了。 这笔账算得有根有据,众人听得也是心服口服,所有人都不吱声了。 芒古尔泰闹了个大红脸,气得脸红脖子粗,把头扭过去也不言语了。 书中代言,还真就说着了,大灵河城内确实断粮多日了,而且远比范文成估计的残酷。 不仅断粮了,就连井水都干了,一晃过去十几天了。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议论,说这不是什么好兆头,没准是大明气数真要尽了,就连老天爷都不保佑他们了。 刚开始还好说,没粮了,至少还有战马,吃马也能维持生活。 只是没过几天,战马就被吃光了。 好几万人,饿得眼珠子都红了,丑什么东西都只冒铝光,把能吃得差不多全吃光了,就连窗户和门板都当柴盒烧煤了。 几天前,陆陆续续已经开始有人饿死了。 到了这个节骨眼,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,没办法,没别的吃的了,就只能吃死人了。 刚开始只是个别人偷偷地吃,很快这个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吃死人。 于是,凡是有死的,便不再掩埋了,而是通通吃掉。 没柴盒不要紧,先是烧马鞍,马鞍烧进了烧人骨,每天都有几百人饿死,有的还没咽气,就被吃掉了。 好端端的一座城,如今真正成了人间地狱,一座鬼城。 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,一心盼着援军前来解围,不过时间越久,援军越来越少,眼瞅着自己的部下越来越少,没战死沙场,却都饿死被吃掉了,祖大寿终于扛不住了。 祖大寿的心里也一直矛盾着,一方面,袁崇患尸骨未寒,不能对不起袁都尸在天之灵。 另一方面,眼看着数万将士被困城中而外援无望,坐以等死,心里更是愧疚不安。 经过慎重的考虑,祖大寿决定投降。 他与皇太极派来的使者进行了会谈,表示愿意接受投降。 部下的这些人一个个都饿得头昏眼花,一条命都丢了半条命,哪有不同意的,纷纷表示赞同,唯独一个人反对,这个人就是何可刚。 何可刚是明末辽东人,是袁崇患的旧将,袁崇患曾称他人而有勇,怜而能勤,是至善谋,其才不在自己之下。 袁崇患生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,分别是赵帅教,祖大寿,何可刚,和祖大寿几乎不分伯仲,是难得的猛将。 不过这人确实有刚,宁哲不弯,无论祖大寿怎么说,就是不祥,指着祖大寿的鼻子一通报骂,好你个祖大寿。 兜唐刚刚殉难,死于皇太极的毒计,你就不怕督唐显灵。 杀身成人,舍身取义,此乃大丈夫所为也。 宁死不祥,大家都投降,唯独他一个人不投降,没办法,只能把他杀了。 祖大寿没办法,只得将拒不投降的何可刚,推出城外,斩首示众,然后率军队出城投降。 当天晚上,皇太极大仗中,皇太极大摆盛宴,双方把酒言欢,气氛十分融洽。 酒过三巡,菜过五位,皇太极端着酒碗道,三军易德,一将难求,金族总兵归金,本王胜得三军,倍感欣慰。 本王代表大金国,上下进总兵一晚。 祖大寿赶紧起身回礼,臣何德何能,得汉王如此垂青,从今往后,臣愿尽毕生之力,报答汉王。 范文成在一旁笑道,祖总兵今日归金,不知道对伐明可有什么妙策。 祖大寿愣了一下,随即答道,汉王既有平定天下之意,不如先夺了景州,然后再下宁远,直逼山海关。 皇太极点了点头,总兵所言及对,只是锦州城坚固异常,工程商王必定惨重,本王是八旗君如自己的手足,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。 汉王有此念头,实乃将士之幸。 臣倒是有一计,臣可以假扮兵败,混进锦州。 锦州城的守将大都是臣的部下,虽然巡抚邱和家作战,但只要我进得了城,就能杀掉邱和家。 到时候,臣打开城门迎接汉王入城,这样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夺了锦州城,事半功倍,亦如反掌。 众人一听,吾不大喜。 皇太极赶紧说道,如果真能取了锦州城,祖总兵便为大金为了大功。 此事一速不一缓,以免夜长梦多,要不然干脆就金满。 本王派兵在后面假装追赶,扮得像些,此计定可成功。 祖大寿当即站起,臣归大金蒙汉王之欲之恩,定当以锦州来线,以表臣心之忠诚。 臣准备准备,稍后就动身。 宴会后,马伯通就找到了范文成,见左右没人,就巧声地问范文成。 范先生,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 哦,老爷子有什么事?我是想说,万一祖大寿有诈,一去不回可怎么办? 这不是放虎归山吗?范文成笑了笑,我才与汉王也说过此事。 不过,汉王的意思是,如果祖大寿真的有诈,就随他去吧,大不了失去一个人,而万一是真的,就可以夺回一座城。 所以,汉王宁愿赌一把。 马伯通话到嘴边,又咽了回去,点了点头,什么也没说,镜子离去了。